你 你好 你是第一个收到起床任务的 一个是明天早上七点到十点 然后明天你们到位的顺序 是你们COS的顺序 在某位睡觉成员身边跳行一百下不能吵醒他 你来挑一个起床任务 明天早上完成的 在某位睡觉成员的身边喝完一带一挖子我不能吵醒他 决定明天COS的任务 我想 都行都行 哈哈哈 穿着其他成员至少三件衣服 一合 可以 选一个决定明天你的COS 明天这就决定了 对 来个恨 某位成员在装满水的 脸盆里比憋气且获胜 现在哪有什么装满水的脸盘啊 我还得这样早上 早上就走在那种弄汤里是吗 做做不做做 太难了就很深 挨自己任务 我试试看走了 明杰你来跳一个起床任务 就这个没有字 恭喜你啊 这是唯一一个不用早起的任务 但他们的任务里会不会早上起来敲我敲我的门防碍我睡觉 不会 真的啊 如果他们妨碍到你的他们就输了 是吗 我试试看 我试试看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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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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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nco 啊 啊 啊 娘 衣服 你们干吗呢 干吗 要干吗 你干吗 要干吗 你傻子 要干吗 第一次 怪我 好奇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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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 啊 干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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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走 姐 哎 那 你做任务了你看看我 傻了干嘛 跑不动 等我姐我上去洗漱了啊 去吧 迪哥 哎 你让我完成了吗 完成啥我刚起来 我的任务就是让你喝唱青来 喝 喝口上青放松一下完成你的任务 什么任务啊都起床了是不是 迪哥你困不困 哈哈哈哈 周深不要那么明显好吗 动动脑 不要直接问 我动不了脑 你睡个回用一觉好不好 我催眠 你要真的睡 然后你千万不能不睁眼睛 但我不能无条件帮助你 你必须挑战过我才行 我太难了 哈哈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如果你能憋气憋过我 水中憋气 你憋 开始喽 那我指三二一好不好 等一下 是大清早的 三二一 三十秒 三十秒 三十秒还是算久吧 还可以吧 你要找个舒服姿势 你要憋水啊 憋气一个小时 对 哈哈哈哈 来 一杯 走 周深 五十一秒 五十一秒 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哈 迪哥你是不要准备睡了 太好了 来 出去不要穿哪个睡前 他让我表演睡着 你觉得这样观众会喜欢吗 哈哈哈哈 那这样的话 迪哥有没有什么那种 短袖的衣服 短袖的衣服 我没有 就是白T吗 我能借 就这种 穿不穿 可以 去穿吧 为什么要穿一个这个呢 因为要 不是 真的要 不是要穿在里面 我没没带自己的衣服 我只带了个外套 我看看 我真的只带了个外套 没有T 我只带了我看看 我只带了我看看 我只带了一个这个和昨天相处打开 什么 也不需要检查的那么仔细吧 我非常那个的 你看真没带 这是什么 那是谁想的 哎你就算这件就行了 真的 这件挺好 等一下他失望的眼神 我们快走 我们快走 你换衣服吧 嗯 哈哈 哈哈哈哈 赚钱的衣服 我抱住了 他差一秒 我刚刚 哎呀 零儿姐来了 hello everybody 快点 眼睛肿得这么开了是吗 我摘下来你们会爆笑的 哎 会爆笑也不至于吧 会 准备好了 哦哦哦 这么肿 天呐 是蚊子钉的吗 不是 哈哈 蛮你肿吗 胡同你过来看一下我的眼睛 你眼睛咋了 化妆化呢 完了没有人娶我了怎么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喽 哈喽 欢迎我们这个唱青的代言人 大家好 唱青女生 张胜宇 今天晚上给每个人布置了一个今天的起床任务嘛 通过起床任务的完成顺序决定今天大家cos的 那我们来确认一下今天到达的顺序 第一个到达的是 第一个 梁主到的 第二个是周深 不是这吗 没提气呢 但是有唱青啊 成胜第三 朗阁第四 明解第五 小江是最后 来我们先看一下这期的cos 哎 哎 哎 在这 在这 在这呢 这啊 啊 你是怎么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别这样别这样 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 他人可好了 他人可好了 我在想导演在找什么 哈哈哈 那你这样想一想导演帅不帅 是不是很帅 也不至于 就又帅又萌 然后人还好 业务能力差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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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一个一个看一下啊 先看第一个 哇 哇 这是怪到积德 哇 怪到积德 今天是柯南一家 哦 柯南一家 哦 那我是那小矮哥吧 我是那小矮哥 那女孩叫啥来着 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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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小孩 让我们看第二个角色啊 婚元 婚元 来来开第三个啊 毛利小五郎 呀 哦 这是狼狼 哈哈哈 第四个造型来 对这肯定这将会有 哇 第五个 哦 风陈新衣 风陈新衣 今天都比较好看哎 哦 最后一个 柯南 周深 周深 我也过了 那你就会员吧 哈哈哈哈 周深适合你的决赛不多 要么柯南要么会员 哈哈哈哈 哈哈 那我们来检测任务了啊 第一个是杨迪对吧 我先到 但是任务你完成了吗 当然完成了 哎 你的任务是啥呀 我的任务就是 找一个人跟我比赛憋气 你找谁 你憋气赢了吗 不用赢 得赢 哦 输了 怎么得赢呢 得赢 哈哈哈 那跟他比一憋气能赢吗 那周深那么厉害 第二个是谁 我忙我忙 周深 我天呐 哇塞我这个任务 在睡着的人旁边跳一摆下绳 啊 哈哈哈哈 我去迪哥旁边 绳刚放地下他就 谁呀 把我吓得半死 然后我后面又去朗朗哥 然后让我抓着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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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可能 哈哈哈哈 下个城城是吧 我是偷三件衣服 但你被发现了 你看你也没完成啊 啊 啊 你也没完成啊 啊 都没完成 哇 哈哈哈 这来朗朗哥是啥 我是在那个 朋友睡觉的时候 把花子给磕了 我磕了 成功了吗 成功了 你在谁磕了 我在灵人眼那儿磕的 有证据吗 哥你有证据吗 有啊在在那呢 不 花子平时全在屋呢 没看见啊 没看着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哎 高齐艺术大师 我那磕瓜子 老老哥摆尬了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呢 我一下哎 老老哥这任务是磕瓜子 我全给他清了 看去 你发现了老哥是吧 啊 你也失败了 那怎么 他发现没用啊 对别人发现就可以了 不是那当是人吗 那不是 啊 那你的任务是 我的任务是 在睡觉的时候 那个人鼻子下面抹上牙膏 那是你抹的我的 对我抹的你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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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啊 嗯 天呐 现在只有江苏颖完成任务 只有完成了吗 只有完成了吗 你完成了 唯一成功的目前啊 唯一成功 其实贾琳可以完成任务吗 哈哈 我的任务是 十点到十点十分逗大家笑 你真的是这个任务吗 对啊 十点到十点十分 一有能力差 哈哈哈哈 这就算完成了 算完成了 其实第一个成功完成的是琳姐啊 第二个是输赢 琳姐你优先来选择你最想办的 那行那我就辉原吧 辉原哈 好的 第二输赢 我在小时候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种校服 那我就选这个校服 王丽兰 完成我的少少师的梦想 我来这个吧 柯南 你来就来 对对对 你来功成新衣怎么样 这样我们俩反着 对对对 好啊那我功成新衣 那你挂到几头 那我要那个话他必须得用胡子吗 得用 得用 贴点吧 不简单的事儿朗朗哥 沾上沾上 那先沾上沾吧 唱青 虽有家族 沙漏不图 耶 喝一个 喝了唱进去克斯 走 走 身体虽变小 但头脑一样棒 任何男弟都能解决的 林侦探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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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采新衣 我是辉元 我是喜欢你是吧 也不喜欢我 你也是从那个黑人 我喜欢你是吧 你没有喜欢是吧 喜欢的是他 行了行了行了 别我喜欢他吧 好不 既然都已经被发现了 那我已经在这不能久留了 走 走 你已经五个人 过来 呆到了 哈哈哈哈 我就是 沉睡中的 身经百战的 小五郎 有点像 你们有发现少一个人吗 是的呀 小兰姐姐呢 江书颖是我们唱青的代言人 今天她作为唱青女神 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 现在大家就去看看吧 听说还有一个新朋友也在哦 走了 我们去拍新朋友了 走走走 小兰姐姐 走了我们去拍新朋友了 好 鲲京 我在这儿 小兰姐姐 我是 我是 欣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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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姨在那呢 欣姨 欣姨最近的活在卖保险 什么表情 你们俩是一目情侣 你要为我们介绍的新朋友是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 畅新的全新的产品 叫餐后轻盈 对 真是 跟我们今天喝的不一样 那它的独特之处呢 就在于它有两种 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 口感呢也非常的清爽 可以在我们大吃大喝的时候呢 给我们带来非常清爽的享受 这很适合我 适合所有人群 大家都希望 餐后轻盈一点 我们也尝尝新口味 干杯 餐后轻盈身心轻盈 干杯 对 更加一身心轻盈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喝 今天其实是唱清的专场 今天的主题是不能说的秘密 用智慧解密让身心唱清 其实本期还有一个暗线的任务 暗 暗线的任务 对 现在这个六个位置 节目组有安排卧底 卧底知道所有游戏的答案 卧底卧的游戏里找用 如果干扰大家赢了游戏 将会获得卧底线索 失了和无法获得选择 最终需要投票 抓住卧底 将会再结束给他吗 再转 然后还有变身处理 但是如果那个卧底赢了 会给他10分钟的充满了CG的特效处理 10分钟啊 10分钟啊 哇塞 这样会不会影响那位艺人呢 如果他马上看他怎么了 我们这样吧 我们不管三千二四一 我们先把那个杨迪推出去 好 哎这里面谁是大盗 这个呀怪盗积德啊 那我也太冤了搬这个 主要是我还想帮小五老爷 不是我的话就是你 不然导演主流找到朗朗哥 我不要我不要 哈哈哈绝对不是我 真的吗 别给我 这绝对不是我 我真的觉得杨迪的嫌疑是最大的 我也觉得 我以前在王牌的时候 我就跟梧桐说过 但凡卧底不能是我 因为我挂相 我挂的呢 比如说你问我贾琳姐 你是不是卧底我满 哈哈哈 哈哈哈 那我们先进行第一个游戏哈 第一个游戏是这个考验大家的观察力 画画接龙 一共三道题 对两道就会获得卧底线索 咱们就看谁画的最奇怪吗 对呀 五个人同心协力的啊 管那个人我们要好写作 那不行啊 我画风本来就很奇怪 那我本来 本来就很奇怪 故意口误 奇怪的行为 不好记仇 你非常有怀疑 哈哈哈 来啊我们准备戴上眼罩 不是我只有一只眼睛 可以过六秒的事情 哈哈哈 可以可以 给你六秒给你七秒 开始哈 尝尝 来 7 6 3 2 哈哈哈 丢人丢人 你你这画的太太简单了吧 有 哎呀 看这 哈哈哈哈 好接鞋 五 四 三 二 一 结束 哈哈哈 有涓疫 啊 啊 带着我 哈哈哈 我这上哪啊啊啊啊这个 我这样这样的我太过了 哈哈哈哈 我已经换好了 对他给顶高了 这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东西啊 照相是吧 你自己悟一下 你自己悟一下 你看头 怪盗鸡 朗朗哥那一弄高 真怪盗鸡得了 对 这个是谁 我 那是啥呢 这一会儿才能写小谁 这个是谁画的 那是我画的 这很重要的一个 非常重要 对 最重要的其实是我画的 画被朗朗的画高了 你这样你这么看 周深都已经 这还没看出来 你 呼之欲出了周深 周深如果你猜不出来的话 你就是卧底 猜不出来必须卧底 我申请给你打马赛克 最后十秒时间了啊 有字 十九 你看头 我字 四 咱俩拉走干嘛呢 你没有一个 咱俩拉走干嘛 哈哈哈哈 周深 哈哈哈哈 你不觉得吗 所有元素都在上面了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来说出答案 秘密的脚 但是还是超时了 对已经超时了 半场上我想问一下这是 太阳吗 它不是出游吗 这不是山吗 等一下那是啥 太阳 我太坏了 尝尝你是不是有问题 我真的是画的太阳 你平时画的那么好 我今天画的还行 但是那个所谓的太阳 我就以为 本来觉得没有那么像定妆照 加上那个像打光的灯 啊 那也是秦昊在拍定妆照 你这个你让秦昊老师 下起来 哈哈哈哈 这一题其实呼之欲出啊 周深 可是他上面的 演的还是像 哇塞 杨迪可以啊 这个环节谁不帮忙 谁才有问题 后口唱青 我们那个轻松一下 下一题我会加油的 好 好 来吧 好 那我们开始了啊 哎 来 男男哥 啊 这个 哈哈 发疗楼 啊 这是你的 凌姐 是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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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7 6 5 4 3 2 1 好好 没有 哎 合胜 没看过吗 结束 那我觉得迪哥应该看出来 我看过吗 你当然看过 这老著名了这个四个字 哈哈哈哈 永远都带 不是我 永远带提示 四 卧虎堂龙 好 ok 哎 其实我画的这个爱行啊 行 虎 然后剑就是跟武侠片有关 四个字 卧虎堂龙 一个是我画的 一个是陈珍画的 是 老虎好 长生厉害 看来不是问题了 老虎可以 我上面那个龙没有用吗 就是上吧 哪有龙 瘦了点 你说这一根吧 哈哈哈哈 还有四个爪子一个龙头啊 哇 哈哈哈 按照自己的比例画的那种龙 在哪里啊 我踢到了 因为你知道我有这个 哈哈哈哈 啊 好了 周深 莫迪 这和今天绝对不一样了 不一样 呦 准备 开始 你在干嘛 3 2 1 好 好 不注意了 好 朗朗哥 啊 不是不是你你这是什么 常常 周深 周深 这真是朗朗哥 朗朗哥你这样 朗朗哥有这么胖吗 来周深来开始 朗朗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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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胖子那个 好嘞 这笔好 太棒了 不要再解释了 哈哈哈 四个字啊 四个字 那你就分头再说了你 这像个乌龟壳啊 哈哈哈 硬要这么说也有点像 但你看他那男演 就是一男一女吗 不是 俩男的为什么会有一对一根毛 我想画的有头发 但我没时间了 哎 你如果把它这样子这样子也行 就这样一下 显得这人更没头发 凤凰传奇 你都知道俩男的 你凤凰传奇 对对对 郭靖雨昕 和我们也是关系密切 对 跟我们 跟我们有关系那俩男的谁呀 跟我们有关系那俩男的 有约云鹏孙月 跟我们有关系那俩男的 跟我们有关系的 跟我们有关系的 你看你不把她放在眼里了 你就真要不把她放在眼里了 跟我们有关系的那时候 跟我们有关系的那时候 我们这次 几位老师 春游少年 对 不好意思 不是 他一直拿着这个 我在想 唱清唱清跟我们两个有关系 跟我们 我想跟我们两个有关系 热云堂 书乐都完了 都已经拒绝 这不像红绿吗 这个可以像红绿 数一是这样的吗 我是想问一下 现在三道题只对了一道 附加一道巨难的题 附加一道巨难的 万一我们赢 敢不敢跟我们赌 我就坐这 那是给你个巨难的题 但不要超出我的知识范畴 可以 一道巨难题杨静娘能猜对的话 我给你一个人线索 你是莫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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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绝对是莫迪 你绝对是莫迪 我去看哪儿 哈哈哈 真相 绝对是她 说说阿姨们 你这话说的太可疑啊 好了大家准备戴上眼罩 好开始 谢谢 好注意 为什么笑了 哈哈哈 老老哥 你们画的是 哈哈哈 你没画什么 是 怎么了已经非常明确了吗 你来画哪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啥 哈哈 三体吗 哈哈哈 七六五 十五 啊 好 杨迪最聪明的人 好好 嗯 杨迪来 反正她已经猜不出来了 哈哈哈哈 哇 这次能开出来的就不是人了 哈哈哈 哎咱们就剪到刚才那我们就去收了 哈哈哈哈 然后你我是这么跟你讲的啊 可以不换这个题 叶达哥我没换 明白了吧 金居在这 但是有两个选项 一个叫 空空如也 一个叫一无所有 哇 你有答案你答案给他了 就是他了 这已经超出了 你这个我好奇是灵姐这话是啥 你换的啥我根本不知道你那才是浪费 咱几次考考几次 考虑是这个意思 华盒天祖 我只是多给你一个思路 恭喜杨迪竟然答对了 最难的 因为哇有提醒有提醒 好 喝口唱青 我们轻松一下 好 恭喜杨迪老师获得了由唱青邀约品提供的轻盈解密线索 快打开线索看看吧 好 好 好 智慧的朋友来打开信封告诉你个秘密 快一点呢 快一点 快一点 嘴巴超大 放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怎么了 我看来了 这线索对我不利了 我看来了 哎 临时改的吧 不是 你快给我们看一下 嘴上功夫一流 白真就是你 你 我觉得贾琳姐有什么有嫌疑 有可能 他们两个嫌疑有点大 嘴上功夫一流 就是会四个人 一个是主持人 一个是歌手 但是我觉得周深和杨迪不像 然后贾琳姐又玩得太好了 藏太深 然后她那个太阳 然后有几次 我觉得她不是特别的积极 我觉得晨晨也 因为晨晨以前画得那么好 她画得多 画太阳 我今天画得还不好吗 不是你的太阳太差了 我觉得今天就是成功了 你有可能是唱歌的 她 Rap Rap 就她了 为啥是我呢 我告诉你 你别想逃避 你说今天是不是你 三冬大饼 有事绝对 我觉得杀 对我觉得贾琳姐有可能 因为你平时看不出来 可以我想听听你觉得我哪 我可以好改进 小五郎你来分析 作为一个卧底我改进一下 你想洪露没认出来 你觉得这是正常吗 洪露虽然我没认出来 但是我说的 岳云鹏 孙岳 郭德纲 云谦 跟你们画得都很相符 那都也是 凌姐怀疑谁 杨迪 因为你太有经验了 你知道怎么去玩这个角色 前面就特别想选择了 大家信任了 后面再去慢慢地打乱 好了 我们刚结束了这一轮烧脑的 给大家来一个午餐 来缓解一下体力吧 好 欢迎登陆视频合作平台 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那我们开始吧 本轮游戏呢 我们对大家侦探团 做了一个默契的一个考验 谢谢唱青给了我们这次机会 这个桌子也很唱青 这个布 这是啥呀 他长大以后 恢复延续儿时的喜爱 来准备三二一 你看 咳嗽 咳嗽默契真唱到了 来准备下一个 是唱青 你懂我 我懂 3 2 1 来你们选择的是 原味 想喝原味 我也喜欢喝原味的 好来下一组 啥呀 这还不好弄吗 当然了 老弟 来吧 太厉害了 拼蛋搭档 下一题 唱青的新品 甜品和饼干 你可以选择哪个 你这不开玩笑吗 有他在 还会选别的 他让一切的甜品 任何的东西 连我自己 就暗淡了大 大家都选了唱青 不是说唱青的专场 就应该和唱青越狠越轻松 对 下一题 好有莫子 恭喜 江苏蝇老子会选哪个 我会选的不吃 我只喝唱青 我只喝唱青 我们最后一题 大家喝一口唱青 接下来会选择吃一个甜点 还是搭配巧克力 咱俩性上都对了 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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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我特别想问你 为什么餐后要选择唱青 因为餐后轻盈 喝了之后会更加轻盈 好 好 希望我们的电视观众们 吃饭多吃 然后喝唱青 好喝一定要 再多喝一口 这样 我们刚才应该已经吃了很多了 所以让我们餐后唱青 来 来 餐后饮用更轻盈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张水 卧底如果不安排杨迪的话 会很无聊 别瞎说 上车 姐我刚跟朗泽讨论过 我说谁最有可能是 卧底 我俩觉得 张云姐跟那个迪哥 就杨饼也 太明显了 你是卧底吗 肯定不是我 还在卧底不在我们这个车里 卧底就是范晨晨 你怎么知道 他的表情就是卧底表情 而且不善辩驳 有点紧张 相信我我可是柯南 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你才是卧底 我来放点柯南的音乐 我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 昨天晚上八点钟的时候 你是不是去了温泉酒店 我 怎么可能呢 已经有人看见你了 什么 你 你拿出什么证据 证据就是 爸爸的爸爸叫上 不是 昨天晚上的物馆王大爷说 你这家 到了 走 谢谢叔叔 辛苦了 走 音乐 欢迎大家来到云南湾甜蜜温泉小镇 谢谢 我是小镇的创始人张红 挺好 欢迎大家开启云南湾甜蜜温泉之旅 好好 谢谢 上微博搜索青春环游记 与春游家族一起边看边聊 本轮是你们反应力的考察 在本期游戏的开始之前 是圆福岛小课堂 考考大家 你们知道为什么游泳之前要热身吗 他抽筋吧 他抽筋 他抽筋 对 游泳前做热身有利于我们提高心血管的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功能 使血液循环和物质心神代谢加快 也可以使肌肉的弹性和力量增加 防止肌肉抽搐 可以了 本轮是个人战 第一轮叫词库比拼 我们会给出题目 大家按照题目的要求 五秒之内说出符合规定的词语 答对几一分 答错的话 会立刻被春游少年拉下水 到这儿掉下去了 抓起 抓起 你会游泳 我也不会 坐在上面 坐在上面 这个体现 你这种后方 那我们准备要开始了 第一个题目是ABB 从收声开始 开始收声 风风雨雨 答对 风风火火 答对 多多少少 答对 马马虎虎 答对 少少多多 也有的真的有 有这么个词吗 真的有 少少多多好像真是要被拉咯 不是 我准备的是快快乐咯 我说了是吗 对 你来吧准备吧 这个 这游戏是什么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游戏是什么的 来那我们这轮就算试验啊 你如果不舒服 你可以盘腿做地上 人把你扒了下去 哈哈哈 你跑不拍着了 AABB啊 凌姐开始 整整齐齐 答对 齐齐哈哈 答对 五五六六 嗯 都美化吗 五五六六 有 七七八八 五五六六七七八八 绝对有 五五六六 有 怎么没有 五五六六你们都不知道 五五六六你不知道 你组一个诚语 组一句话 别别扯那些五五六六的 行不行 还好 等那些五五六六的 来我们下一个 还我吗 尝尝开始 等会 等会 准备啊 开始 七七八八 答对 那个那个那心心念念 答对 匆匆忙忙 答对 哥哥美美 答对 慌慌张张 答对 三 爸爸爸爸爸爸 爸爸爸爸 一 天哪里叔叔阿姨 叔叔叔 拜拜 爸爸妈妈你也拜拜 这些都不是成语吧 叔叔 爸爸 不 三二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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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妈妈都这样了 妈妈 好换题啊 下一题 A B C C 好啊林姐准备 春风徐徐 啥对 北风小小 啥对 南风呼呼 哈哈哈哈 哈哈 露水 哇 哇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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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怕了 很风小小 我像一个亮了的琴 哈哈 哈哈 来准备啊 三二一开始 人海茫茫 答对 一关楚楚 答对 鲜月飘飘 什么东西 鲜月飘飘啊 没有这个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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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月飘飘怎么没有 有 有 鲜月飘飘飘 有 有有 算你对 哈哈 换题啊 天鹰接龙 接所有CY能这词 好好好 好来准备 鲜月来 吃鱼 答对 吃药 吃药 答对 惨样 哈哈哈哈 答对 书仰 好 答对 使应 答对 五 四 四 三 穿越 什么东西 穿越 啊 答对 铃姐 吃羊 吃羊 你吃鱼又吃羊 真是一个仙字 鱼羊仙 吃眼 吃眼 吃眼答对 唱唱 唱饮 唱饮答对 可以 草饮 草饮是谁 是个人 你有点礼貌好不好 太没礼貌了吧 草饮 你跟我没有认出那些人 有点词别 对 杨迪 春运 春运对 创颜 创颜是什么 创子的边缘 创颜 答对 凌姐 唇饮 唇饮是什么 有眼影 唇饮 你没用过 没有人用过 我用过 但是有一些东西男生不知道 你吃羊吃鱼吃光了给补点唇饮 还真有唇饮 哇 真的 哈哈哈 有有有全眼恭喜 哈哈哈 好我呢吧 出油 出油 ok 想想 床眼 床眼被说了 床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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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眼有点 叫个句呢 叫个句 我特别喜欢我们家床上的床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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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影啊 催影啊 催影哪位啊 刚才吵影我们都 哈哈哈哈 催影 你说你同学啊你同学是吧 还有个同学 叫催影那我们不认识不行 来吧3 啊 我自己家出去 哈哈 你把鼻子灭一下 跳起完了 来 还好吗 我在这里等你们 我说了我就把头埋下去 我们为了你换个题 我们换成家族JZ 做什么 颈子 颈子 颈子是什么 脖子 可以读颈子的 脖颈子压脖子 你干猪颈子吗 对啊 猪颈子对啊 北京华 看见小童打粒 我们上面说颈子 猪颈子 好来 假猪 假猪是什么 假的一头猪 1 3 2 假鸡 等一下 老师听过假猪吗 妈妈这是什么 孩子啊这是一头假猪 哪有问题 没有这个词 再不点上 哈哈哈 啊 哎呀我去 啊 哎呀我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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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弄的 你也想来救我是吗 不是 我知道往后坐 你也太往后了吧 我就一直往后跳 哎 你到哪了 还行 天哪 来 那我们接着来啊 凌姐来 行掌 行掌可以 精湛 精湛可以 僵直 僵直可以 爪子 爪子是J吗 你就爪子为什么可以 爪子 aw 小宝露你干啥呢 你干啥呢 又给你去 哈哈哈哈哎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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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油少年 一天你没见过这个环境 你拿有点少年的样子 换了那么紧身的衣服过来 人还没到水池呢就 哈哈哈哈 乖了 来 尝尝 讲直 啊 讲直是 讲直 价值 价值是什么意思 照个句 照个句 你这个人价值很快 哈哈哈哈 你价值了 你价值是一个人 价值 价值没有问题 价懂的吗 3 2 1 哈哈哈哈 好换题啊 你要不要一个ZZ 你可以就又可以用爪子了 哈哈哈哈 那我们接下来这个题是 带有动物的成语 来从周深开始 摩马精神 答对 狡兔三哭 答对 驾鸡随鸡 答对 驾狗随狗 郎郎哥 鸡飞狗跳 答对 狗鸡跳桥 答对 周深 文鸡起舞 答对 杨迪 狗鸡 狗兔子咬人 哈哈哈哈 我想了半天 我就想了个文鸡起舞 我就盯着周深的嘴然后周深 我感觉那个慢放进他 文鸡起舞 我感觉那个慢放进他 文鸡起舞 我就准备了这一个呀 等着来一轮呢 那杨迪准备吧 三二一 哎你颈子绑得很直哎 好好 好厉害啊 颈子绑得直 这个颈子 对 好了那我换题了啊 第二轮啊 成语接龙 有这更难这个 这个难 这个烦呢 来啊 林姐春风 鸡 两个春风 合意 强强春风 十里 书颖春风 哪还春 飘飘 春风飘飘 书颖 哈哈哈哈 来接下来啊 万里 万里无云 万里 晴空 灵姐万里 雪飘 朗哥万里 万里飘香 飘香有吗 有有有万里 有 这个没有文化 百里飘香 万里飘香有 他飘太远了 哈哈哈哈 没有飘到万里的 确实飘得有点 确实飘得有点 飘远 你可以朗朗哥你可以 朗朗你是帮我证取过刘德华的人 你相信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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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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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不录对了 又来什么 我刚刚有什么声音 为什么有大象的声音 没有万里飘香吗 没有万里飘香 没有万里飘香 来我们接下来换一个题目 一对一啊 一问三答 我们一组一轮 每一个问题要求对方必须有三个回答 但是谁没有答上来五秒钟就下去了 哎 这样让周深跟朗朗换个位置好不好 可以 来 周深咱俩了 周深你跟林姐 来 林姐问周深 周深 周深你讨厌张雨琪的三个理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 你讨厌她 那那你就下去吧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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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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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不是这个问题 我开玩笑的 我在那紧张八点 对不想合作的三位女演员 快点快点你就瞎说瞎说 江树赢家零 张鑫和王 成法 周珊你那种叫声显得这里面是开水 我真的怕虽然 周珊问小赵 说 最不想合作的三位女歌手 龚丽娜 我们公司无限于梦美琪 你不想跟龚丽娜老师合作 龚丽娜老师对不起 来问素颜 最讨厌杨迪的三个女龙 哈哈哈哈 可以不说吗 你不说你就下去了 眉毛短 嘴大 皮肤黑 哈哈哈哈 太真实了 太真实了 上一次没打到蔡徐坤 这一次 哇他转了我可以说吗 要真实的说 只要看着杨迪哥的脸 盯着说 眉毛短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你眉毛也是画出来的呀 哈哈 这个问题就得瞎说 瞎说也可以是吗 瞎说就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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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睡眉毛短开始 还有个最讨厌的三个综艺 最讨厌的综艺 最讨厌的综艺 嗯 还有记王牌对王牌 我不是明信 哈哈哈哈 都是梧桐做的 哈哈哈哈 说出极难的三个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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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起起来碗 嗯 嗯 嗯 有点小墨迹 是一个事啊 不是 起来碗就是因为墨迹啊 哈哈哈 墨迹是多嘛 然后 东西吃不了太多 又来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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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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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没事 哈哈哈 最讨厌你自己的三个三天 眉毛短 皮肤踏 皮肤黑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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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出 我们节目的三个缺点 梧桐 不行 哈哈哈 哇你说的好真实啊 跟眉毛短一样 要下水 太累了 不来了 没有你不是假的 哈哈哈 像不像人 要三 二 哈哈哈 就因为你说了以后 反正把你拉 因为你这个他一路给你登到那边去 哈哈哈 你放进去 来说有问题想 不喜欢梧桐和三个人 嗯 嗯 有胡子 睡得晚 嗯 嗯 口条不好 哈哈哈 也是真实 哈哈哈 问周深 OK说出三个假人姐的缺点 太好太漂亮太温柔 嗯 不算 这不是缺点 这不是缺点 虽然答错了 但是 赢了我 哈哈哈 哈哈哈 拖拖吗 这没逻辑吧 拖了 来吧 换个问题 你们是在折磨我的心里吗 你们要拖就拖 你们要拖就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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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怕是我上爆发了 我们大家都是这么胖上来 你这红霧怎么抱住身份 是这样子的 拖着两条腿 我真的太胜了 真的 上来 来 孩子上去 来 上去 我看什么啥话 我忘了 哈哈哈哈 那周深最后一个你问林姐吧 这题有点女人 特别难 说出三个你喜欢梧桐的地方 弹 火下起来 你们有优点 你们有优点 头发 好露 没玩意 好露 鼻子面出去 哈哈哈哈 这样子挺着我一个问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眼睛下你都不说优点 对 假话我都不想夸 哈哈哈哈 其实有很多了 经常做造型 爱出镜 哈哈哈哈 是 那这样恭喜大家啊 这个今天收获满满 收获什么 啊 收获的 志颖问您呢 收获什么 哈哈哈哈 收获到快乐 那这样本轮第一名的是朗哥和林姐 所以你们两个可以拿到一个线索 哎我都忘了这肠 我根本就记不住了 你你拿瓶我拿 来请团子 给到两位线索 智慧的朋友 打开信封 告诉你个秘密 到底是不是扬鼻了 是很简单的最后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想要展示自己扭迪的 圈内人脉王 圈内人脉王 狂 对 所以他一开始就指动我 这绝对是杨迪 他微博有 一千多个关注 王上青 山西 青山 王上青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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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哈哈哈哈 真像只有 这一个凳啊 碗筷只有一副 哈哈哈 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今天这个晚餐是一个国际级的大厨 美食没有这么容易得到 接下来各位侦探要通过自己的观察力 为自己赢得吃饭的机会 猜到这个歌的先举手 比如红日 李克平 猜到之后这个人就来吃了 然后我们过五秒之后会放下一首歌 在没人抢达之前这个人可以一直吃 啊 猜 又是猜哥 这不完了吗 我这一晚上也吃不上饭 宋深 你觉得他能爱吃饭吗 你这不能是别的吗 如果啊 我今天吃不上饭 我就吃了你 那我们有请第一道菜 第一道菜是云蓝合韵 他选用鲜美食材勾勒出 栩栩如生的核糖月色 保留本温的同时呢 搭配特制的甜蜜酱 寓意开往向往的甜蜜之名 哇 摆盘很漂亮哎 开始了 凭点 我来到 你的天 不是 不是 来重新取首来 哎 周深 那只能我先吃咯 什么 演员薛之谦 答对 哎呀你看不像我啊 还蛮好吃的 赶紧放下一个歌 我不想听了 中文字 稍等 赵伟琦最初的梦想 对对对 下一首 曹操林去杰 答对 你也不让杰多吃一口 杰少少 你最后那一筷子只骗着我 那么厚一落 我一口吃了一顿饭 哈哈哈哈 我这边真能吃啊你看 哇 肉 一会儿没了 一会儿没了 我怎么每首歌都那么熟 那就是不知道 我知道了 孙生 开始等我孙生君 赶醉 放羊腾下去了 你把虾腿吃完了 肉呢 下一首啊 有油香香 赶紧 王兴玲爱你 答对 我吃摆盘是吧 快点快点快点 咋呀 给你摆盘花 好好吃啊 不要吃菜 下一道菜 下一道菜 这个菜 我先看看 鸡里面有鸡 鸡 鸡 还有淡淡的桂花香 金黄诱人 味美鲜香 这个甲鸡 一个人能吃一只鸡 哈哈哈 胡桃鸭子 柴克夫斯鸡 大家对 对那肯定是 哎 这 哈哈哈 哎 哎 下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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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给他八方订阅 飞风吃过的夏天 飞风吃过的夏天 老两哥还没吃 歌手 哎哎哎 对 哎 老两哥没你了 哈哈哈 我可以拿碗吗 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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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着你别 肉太多 你保持你女什么样的 你坐着好好吃 哈哈哈 啊 我都没有听歌啊 狂猢 你一样拿两个 我不知道 噓噓噓噓 噓噓噓噓啊 林姐说他就算原样喂哎呀 恭喜 哈哈哈哈 忍不了了这个鸡味太香了 哎呦好好喝 我没吃到 好好喝 啊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对着我一直炫耀他的鸡味 哈哈哈哈 我这么快 不知道来杨迪认真的雪雪漆切 杀对杀对 咱们都口癖了 哈哈哈哈 哈哈 李荣浩博特 错 啊哎呦哎 兄弟啊 到外头上手上 李白 李白 李荣浩 我打完了 哎呀杨迪杨迪这是 你 小时能重来 我要胜利白 来下一首 李荣浩 等会儿李荣浩 莫特 不算 小事李荣浩不将就 不想折磨 到白头 悲伤坚决 不放手 哈哈哈哈 恭喜 小杨迪开总了 耶恭喜 厉害 这是自己的过程 这个鸡啊 是一道多么精美的菜 被咱们吃的哟 像土米刚刚长出来的鸡似的 哈哈哈哈 啊我的有点甜 汪苏龙 汪苏龙 和谁 还有个人 还有个人 汪 我知道 我知道 白露 白露错 有点甜 汪苏龙白兔 哈哈哈白兔 你给我白 白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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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 来这首看看陈串能不能猜到 李荣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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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做做做 博特 做什么东西 李荣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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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李荣浩 对对对 你这么 真的管 快点去 宋芬奇啊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 懂得什么是珍贵 都是你 李荣浩 博特 真是 真是 李荣浩 李荣浩 做这个 好好好 忍不了了 这个鸡味太香了 这个硬菜啊 这什么 哇 上面写了什么 上鸭 鸭堡 哎呦 鸭子 这道菜叫上扇鸭堡 传承于家上的地方名菜 选用的是大营水香多年老鸭熬制的滋补创意美食 汤香气正 馄饨饱满 口感清爽 这个馄饨叫馄饨 这个我喜欢 这个我喜欢 我试上那个柴克夫之一那个是天鹅 对 完了 朗朗都已经知道这个就是给我吃的东西 啥时候放点我擅长得多 你擅长得多 社会谣 小朋友 就是这个民族风 这个跟还是我的不是不是你的巴赫 不是继续放继续放巴了啥玩意儿说巴赫巴赫 哈哈 我知道周丽伦的 周丽伦的 不是不是不是 过来 孙燕斯第一次 做做做做 孙燕斯第二次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认识 不是不是 哦 所以是上一次 对 哪一次啊 上次 孙燕斯第一天 第一天对 第一天 我穿在第一天 我真的我都第一次 哈哈哈哈哈哈 这都到字了 啊 天啊 你来 哎呀这怎么那么熟啊 哈哈哈 陈依林 错 什么哥 什么什么 什么 表白 错 潇亚轩 甩了甩了 错 消发走一回 消发走一回 错 甩呀甩呀 潇亚轩 错 看不见 啊 这是什么哎 爱的主打歌小二轩 这这我也知道 情非得已无相近 答对 旋转跳跃 五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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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来上下一道菜准备 虾来了 这道菜叫祥龙宪锐 选用澳洲深海大龙虾搭配密质鱼籽酱 营养丰富 味道鲜美 好了 来 下一首 来 啥 两笛 神奇孙燕姿 错 你的歌 谢谢民族风 错 凤凰传奇月亮之上 对了 答对 我就排一勺好吗 那个虾肉也就一勺 下一首 既然这么吃的话 那好吃了 吃虎羊小苹果 错 你只知道小苹果 这是民族风 凤凰传奇 错 自由飞翔 自由飞翔 凤凰传奇 答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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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把它拌一拌 拌一拌 哎呀 我怎么还喝什么呀 来 下一首了啊 林俊杰 林俊杰 不对 呃 呃 不该 错 啊不对 我都说不清楚该怎么没的 我现在拥抱林俊杰 这对答对 啊 我都说不清楚 该怎么明亮 来啊 开始啊 下一首 我真的好 我真的好想你莫莫莫莫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床外面又开始下着鱼 是不是什么 哎我真的好想你现在床外面又开始下着鱼 哎我真的好想你现在床外面又不要下着鱼 天晋更干的 相互的心情 不知道你现在 如果没有你莫莫莫莫 唱出来了我在等服歌 哈哈哈哈 哈哈哈 那个那个林俊杰 你都先说完再吃什么 那个 灵魂的顾鸣嘛 起来起来起来 小五郎 你是怎么赢得这次比赛的 我希望你能听得清楚 心里要有点射 这个东家真好吃 大家有没有吃饱呀 吃饱了 谢谢唱情女神书尹 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特权 这么多好吃的 大吃大喝之后 来一瓶唱情 可以让我们轻盈一下 而且饭后一瓶 吉祥轻盈 对的 而且新品的口感 也是非常非常的清爽 这样吃完之后再喝 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负重感 非常的轻盈 所以我觉得每次 大吃大喝以后 喝一杯餐后轻盈 真的是 还好有它 主要是因为它里面呢 含有两种益生菌 含有膳食纤维 大吃大喝之后呢 饮用唱情 餐后轻盈 让你立马轻盈 饭后唱情 千天快乐 这一轮答题最高的这个人是 杨迪 不是周深啊 不是吧 是周深 杨迪答对五道周深 答对四道题 我们把键索给到杨迪 谢谢团子 智慧的朋友来打开信封 告诉你个秘密 谢谢唱情 这个卧底就是 杨 真的吗 不用猜了就是杨迪 替来是什么 我把这个线索交给毛利小五郎 你来进行辨别好不好 擅长变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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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不是她 我的妈呀 变脸不仅 不仅仅是这么个变脸 演那么多角色也是一种变脸的方式 就是你 这就没法往我身上折了 我演的基本都是我本人 今天晚上我们的小红椒更帅气了呢 我是你们的小红椒伙伴 珍妮海尔 哈喽 今天将由我带领你们 一起去探索一场身心轻松的秘密 好 出发吧 走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的 依旧是个团队游戏 这个游戏叫真相 只有一个 我们有六个隔间 每个人都要进入到这六个隔间里 我提问题以后 大家认为自己是符合答案的那个人 立马冲出帘子 每一道题只有一个人冲出来成功 一共有八道题 答对四道题则可获胜 来好 请进帘子吧 你们六个人里你们自己觉得 谁是这里的游戏黑洞 三 三 三 为本大老哥你就作弊了 重来啊 这还不黑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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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赢了 这就已经赢了 这就赢了 你都拉成那样了 我们敢动吗 我想赢了 我想赢了 我不是黑洞 谁是黑洞 当然我 你生怕我们答对 是不是 就是 我得吐槽 我是吐槽艺 来 来 准备啊 你们这里的谁唱歌最难听 三 二 一 哎 你往前都把我的链给我拉开了 你甚至在拉之前就出来了 哈哈哈 你不表演一个 你们不会说让我踊跃一点吗 那你来唱一首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这样好吧 我们三个人一起唱 然后你来评唱 看一下谁更难听 等会我们唱之前我问一下 朗朗你不出来 朗朗你不出来 哈哈哈 我是 根本就不唱 你忘了你那一句 小爷们小二郎 哈哈哈 小爷们小二郎 小二郎 小二郎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唱一首有难度的歌 才能凸显 我们唱嗨歌 那就唱嗨歌吧 来 day and night 你唱歌 你说吗 他是你和我的爱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不是 你应该唱那个地方 咦 我就是要到这儿了 我才硬晾得上嘛 哈哈哈 谁一来就咦 哈哈哈哈 day and night 你看用嘴来一遍 就你和我的爱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来吧 来吧 咦 谁还会在 好 给我唱 我是这首歌 太好听了 是好听的 我不应该去 我去 不是这个 咋变啊了呢 姐 你这有点像闪着腰了 哈哈哈哈 啊 啊 谁还会在 直接一 你不在 我不在一 谁还在 一 一 我不在 我不在 是说快说话了 你过来找你啊 超冷的 一 我不在 一 一 一 我不在 你赢了 就是他 就是他 谁人缘最好 三 二 一 你是咋想的呢 我半天没出来了 解释 合理的解释 你 你怎么比贾元解释更好 我出来没有任何问题吧 没有任何问题 你是怎么觉得自己是个小可爱的呢 我是发心中 好多人转是不是 对 然后让大家帮我转 下一题 你们认为谁跳舞最差 三 二 一 不是 导演的问题是 开始吧 第一题 你们认为谁跳舞最差 那我心里认为是朗朗 我能出来吗 对不起 我昨天你跳舞架之久 我是骗你的 你跳的丑的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哇 朗朗好帅 哇 朗朗好棒 哈哈 你以为把你推出去领舞 你在前面领的时候我们在后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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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来吧 来吧 我跟周深的PK 你教我们一个舞步 我们看是临时学谁 你弄一个酷的 哦好 哈哈哈哈 啊 你们怎么笑这么开始 哦 啊 啊 啊 看她的心恶 I'm gonna tell you to see I'm gonna tell you all my everyday I'm gonna tell you all my everyday 我觉得可能就上天是公平的 就是给了周深一副好嗓子 就没有给他一个特别协调的职 说话 说话这么婉转 不会刺伤他的 不会的 周深确实 周深第一个动作就顺拐顺到爆 我刚才 拐八天没拐过来 哦 哈哈哈哈 书记有会跳吗 会跳一点点 你试试看 哦 那我能跟范图人一块跳吗 对跟陈生一块跳 哇你还 我他会真的会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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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跳得好 来吧 这拍结束吧 哈哈哈哈 下一题啊 你们谁最爱嘴人 三二一开 是我我想想我猜一下 出来的是双胞胎吧 但不双胞胎 算了竟然还有我 你是怎么跟他们混到一起的 因为你们不太了解我 但其实我嘴巴也挺毒的 没有你现在对我们都特别客气 因为还不太熟悉 你去读他还不太熟悉 还不太熟悉 哈哈哈哈 这样我跟 咋还能表演一个节目 对我跟姜叔演一段戏 然后你们作为评委来吐槽 好吐槽 吐槽谁读语不读呗 或者好先生里边呢 争夺小童抚养权 亲妈后妈争夺抚养权是吗 书颖是小童的后妈妈 亲妈和后妈 才是后妈 哈哈 看到你怼人 那就两个女孩吵架也行 总会有个礼物 哇你这个人特别的怼人 哈哈 太坏了你 哈哈 要不你们就演一个那个三婶里的番外片 书颖演这个刚入职的这个王曼妮 然后贾琳演顾佳 你们演一个在店里面争夺一个口红怎么样 本店进了一支非常厉害的口红涂上它 九十也成功 死了都想不出来 相亲也成功 任何事情都祝你成功 从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刻 回家就死了 活下去的是徐子言的妈妈 三十二年 没了老公 我只好自己骑着自行车 出来逛 哇 好美的嘴啊 干嘛那您介绍了 哦 明天我就要参加面试了 我觉得我应该给自己买一支口红 这样可以让我看上去更美一些 你缺的就是这支口红 哇 哇 我看到这支口红了 等一下 口红了 我们这支 好美啊 嗯 嗯 这就是我昨天让我那个司机 洋司机过来订的那一支 这不太适合你姐姐 哦 叫我姐姐 这个我买了 所以说比较珍贵一点 不是钱的问题 因为它必须要给到它 最适合的主人才行 我觉得如果用钱买口红 去比口红的话 真的太贬值你们的品牌了 你们应该拥有它的理由 你们的品牌就是说 会让人更加有信心 我觉得我更加适合这个品牌 我现在特别的 你说 你说 我觉得我涂了这支口红 我就特别有信心 我就觉得我能面试成功 我们这是发黑的呦 你说 我觉得我涂了这支口红 这个真的太适合了 我就是要辨识一个这样的 需要黑色口红了 真是 真是这个适合 你还有事吗 不 不 不 等一下你怎么了 有 刚才进门的时候 那个 其实不是我的四季 是我那个不争气的老公 他说 他说这么多年看我看厌了 还让别人吃了冰激凌 让我尝尝它 嗯 没得一点都不甜 所以我急需这支黑口红 来破一破自己的形象 谁也别想欺骗我 大家 姐姐看到了你啊 嗯 就像年轻时的自己 年轻时候的我 就差一支黑口红了 所以才嫁给了那个 三家圈 哈哈哈 那这口红就让给你了 谢谢姐姐 嗯 还在演 还在演 请周深出列 对他们的 对演技进行一番评价 我先吐好吐你好不好 好吐啊 就是我一直以为就你 可能就是会想出一些特别好玩的剧情 我发现你的剧情完全都是被林姐带着走的 所以并没有那么聪明 而且很无聊 接的话都觉得特别无聊 对 不是黑口红 谁会去抢黑口红 你这个事情 随便发现得非常不错的 但是那两位演员还是要跟你从一个剧情去走 所以我觉得你给这个点一个特别不好 好认真的吐槽 对 发自内心的 OK 哦 周深 哈哈哈哈 综艺节目上的吐槽是突然以后大家哈哈一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谁让你们年轻年轻的 哈哈哈哈 你以为这是梧桐做的另外一场节目 哈哈哈哈 我就是演员吗 我就是演员 我看不出来 这么有质感的 会是你做的 看不出来 你画度真的好大 类型真的好丰富 你在吐槽他 对 杨迪 这个中人就落在你身上 我就想听你吐槽他 开场的自我介绍略场 说实话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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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这我还在说 说啥 我要吐槽一下导演一直给我挖坑 让我评论谁谁人缘最好 跳舞跳得最差 反正我就吐槽你们 这一段是年好稿来来吐槽 我觉得你们我觉得 哎我们三个人评出来谁谁最厉害 但来吐槽啊 对 你觉得呢 江苏洋 我觉得周深 周深说个话 对 就是发自肺腑的很真诚 谁最没有眼力见 谁最没有眼力见 周深 周深说的很真诚啊 对 特别没有眼力见 哈哈哈 来来来下一题啊 准备 你们这里边谁 最没有眼力见 三二一 周深 你好呢周深 你看百米充斥 不是 你不只是周深 排除了一个人 谁啊 谁出来了 谁啊 好没有眼力见哦 是你吗姐 哇 真没眼力见 我们都说完周深最没眼力见 孩子们 真是 真是还没有眼力见 哈哈哈 我们前一段不刚刚说完 其实我是卧底 你知道吗 这句话该怎么接 更没眼力见 今天我们哭了一整天杨迪的卧底 完了杨迪的气也被你抢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来下一题 你们认为谁最会撒娇 三二一出列 哇 成功成功了 肯定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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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的 来那个我们最后一题啊 最后一道题 你们认为谁脑洞最大 三二一出列 应该是我 出来撒 郑爽在应该郑爽出 他是脑洞怪 哈哈哈 哈哈哈 我 我说到这个细节没 我撤到了 哇 好结束了公布一下结果啊 一共有八道题 大家只答对了一题 所以本轮游戏未获得到线索 分析一下刚才这个游戏你们仔细想一下谁在捣乱 你们猜一下谁可能 我真没捣乱我哪捣乱 妈妈妈 刚才没有任何一个人捣乱啊 谁 一定要这样说的话您老人家 哈哈 我咋了 我怎么了 冲出来很多次啊 我觉得啊现在倒是 是不是他跟总老人家 有一点 有一点 因为嘴的也最厉害 然后呢 嗯 倒实际真正关系呢 缓缓 缓缓 懂你在外面照我摇的那种感觉了吧 我有什么关系 我问你 而且我 我就知道了 哪个环节我不是鞠躬尽瘁的在搞笑 是啊 不是是搞笑 但是后面连续都直接就出来了 绝对毛利小五郎 我问你 大家分析分析 那我是怎么出来的 兄弟 兄弟 你为什么出来 你就一下炸出来了 我真当不了卧底 因为一当卧底 我整个人就 特别紧绷 不放松 绝对是你 缘值最高的 绝对是你 我认为女孩里 我出来以后我都给大家有新的解释 有一些不该你出来 就是后半人那四次 我感觉你就是想 咱们就别赢了 你一出来肯定旁边还得有带出几个人 朗朗 朗朗 我只是我为什么不跟他们解释你知道不 因为他们都不会当真 只有你会当真的 不不不不不真不光是我 这梁迪也当真的是不是 我也没你那么当真你 朗朗你相信我这里面除了你和江书颜 我需要解释 他们三个都在扯毒的呢 哈哈哈哈 我自有我的想法 还有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朗朗也有点问题 我这么明显的卧底啊 因为你自己实在是闷不住了 所以就说了 怎么可能我这种这么聪明的人 我肯定是装的呀 因为我绝对是卧底 哈哈哈哈 他这么说你反倒没有话了是吧 哈哈哈哈我不知道说啥 我就是卧底 我真的就是卧底 哈哈哈哈哈哈 我我不说了 我都不说了 我都不说了 杨帝就你了 哈哈哈哈 吓死你这个卧底 天呐 不放心一生轻松 我们现在就回到房间进行最后的推理了 好喝 好喝 一如既往的小说 欢迎登陆视频合作平台 爱奇艺 优酷腾讯视频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在江苏颖的眼中我一定是卧底 我都不知道怎么给她解释了 真的吗 你现在觉得她是卧底吗 对啊我就觉得她是卧底啊 我跟你讲特效会给你做很多 啪啪啪打脸的特效 那是贾明姐啊 啊 为什么呢 那是谁啊 我会猜范晨晨 我是怀疑灵姐跟她 那不就是我啊 不会是你吧 不会是你吧 不会是你 对是我是卧底 出来的可惜 哈哈 到了到了 谢谢啊走了是吧 啊 毛利叔叔 坐 谢谢还有串呢 自拍光 那我就不客气了 嗯 每位只有一个 来我们现在进入到卧底指认的环节啊 周深先来 首先我肯定不是 我是觉得一个 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 然后是很聪明的 很狡猾 我觉得 不是迪哥 就是连结 其实我一开始怀疑承认了 但是后来刚才那一轮 他玩的挺跟我一样的 五五六六 南方不红 降直 所以我就觉得注意力 会放在连结和那个迪哥呢 那林姐刚才那一轮就玩的是最好的 嗯 整整齐齐 答对 春风徐徐 答对 吃鱼 答对 唇影 答对 那是个人想的 但是连结本身 如果你们去看王牌对王牌的 应该知道我不是故意装的 所以 所以 我现在呢 我也觉得说 卧底的这个角色给我 也会垮掉 那我跟周深一样 我有点藏不住的那种 你怀疑谁呢 迪哥嘉连 不是我们俩 为什么我去哪都被人怀疑 我呢 我呢 不透都像贼的我呢 你都被直接指定了 你看 我跟你说首先 首要的要先把杨迪投出去 如果大家还有疑惑的话 可以投我 第三个我认为要投的话是江苏英 江苏英今天也是有一点 奇奇怪怪的感觉 他有一轮都已经 承认自己是卧底了 其实我是卧底 你知道吗 你怎么现在就说了呢 你觉得城上呢 这城上前半段是挺可疑的 后半段好像醒了似的 画画的那个有一些东西 我全都没看过 我觉得就是杨迪 就是杨迪太可疑了今天 我也是觉得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他 而且不是主要 吴童专门点了一下周深 让周深第一个发言 这不他最后一个说话吗 能不害我吗 巧言另说了 我不想为自己辩驳了 因为你们最后 你走掉了 你说话走掉了 我三位为自己辩驳 我不想为自己辩驳了 因为你们最后会把我投了 但是就会让你们很失望 因为我真的不是卧底 可是杨迪 反而范晨晨和江苏颖 目前还在他们两个之间纠结 因为范晨晨 其实他也不太会演 尤其你对他咄咄逼人的时候 一直指向他 他有点不太善于解释这件事情 范晨晨我想问一下这是 太阳吗 他不是出游吗 嘘晨你是不是有问题 我真的是画的太阳 那江苏颖 后面可能没有什么大任务 但是一开始那个画图的时候 连续两盘都没动笔什么的 也是有点小让人疑惑 有些相关的一些线索 印王他身上套也是能套上去 包括变脸的 你演员那么多变的角色 那也是变脸的一种 你们仔细琢磨琢磨 那人缘呢 人缘 人脉王 人脉王这一点 但江苏颖应该不会是人脉王吧 对吧 人脉王应该是个男的 人脉女王 人脉女王 对吧 人脉王 人脉女王 会不会太局限性了 就是这个 哈哈哈哈 说起来那么大的范围 晨晨今天有一道那个鲜莲子的戏 谁人缘最好 专门说到人脉 他冲出来了 然后他还专门说 那么多人帮我转发了我的新专机 好多人转是不是 对然后让大家帮我转 但是我的这个人脉也都是仅转发 四个线索 那你这么一说吧 我还真觉得他俩 你要坚持自己 你不要被他给骗了 首先是他又是有问题的 但我们只有一票别投了 对啊浪费了 我就我就搭 我担心他是一个那种 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鱼耳 大家都嘛 对我就是给你们的诱惑 那要求你怀疑谁 我就怀疑他们俩 我最终要做出一个定夺 请大家投票准备 刘先生想想想想想 来 晨晨能找你做卧底吗 可以 来准备 3 2 1 开阵 来周深投谁 投准备 投准备是吧 准备两票 哎 你怎么投我了哈 杨迪两票 对 看他们PK呗 杨迪哪是两票啊 三票啊 杨迪三分杨迪 先把他投出去 你听我说先把他投出去 看我先走了 好了结束了 游戏还没有结束 本期一共有两个卧底 两个卧底 哇塞 好了那来找一个 这俩 我的妈呀 就这俩 真相只有两个 那就是他俩 没我 你怎么还要我你 国际大师 你相不想吃我一拳 你都这俩 我刚我刚才只有这俩 你指甲莲姐 你没有一个对的 你毛利小五郎 果然毛利小五郎 对 我觉得是林姐和那个朗朗 你真是猜的太绝了 哈哈哈 我们这样好不好 我们这次先把朗朗捅出去 好吗 哈哈哈 那江苏妍我真是猜不出来 怎么是他呢 就有最嫌疑就他俩 我问你 我问你 今天为什么落水的时候 我们俩坐在一起 犯什么人呢 两人疯狂落水 疯狂疯狂落水 而且实话 别人不知道我 杨迪你知道我 我何德何能 在这局里竟然胜了 所以我并没投你 而你投了我 你们还有什么资格说话 走你们的吗 你们 没有一个人听我的 我听你的了 你哪听我的 你投了 我 甲莲姐 你先不要相信她 朗朗她的身份她没有 行 我再来两个里边 两个里边 我投一个范诚诚 你们可以投我吗 但是我觉得是没有用的 我还是觉得是你们 我觉得晨诚不像 我觉得还是在那边 朗朗觉得不可能 还在硬撑 那就她俩 我们最后一次机会 投票 大家只投自己认为的那个人 这样好不好 三二一投范诚诚 一票 两票 好 三二一投江书颖的 指 诚诚那还有一票呢 咱俩的指 她俩 我告诉你 你为什么不指 她俩 她俩 绝对她俩 我是想让两票投江书 你看 匪两个匪 两个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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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了 两个匪 那好难 一个地方 我就觉得零点是窝底 窝底就是贾琳 范诚诚 今天这一集 她有一个暗线的主题 叫不能说的秘密 你是选出来的卧底 会给你配一个搭档 会给你配一个搭档 奥巴 但我真是没知道她是 我一直以为只有一个 演的呀 不是我的样子 所以其实分别是她们两个加起来 对你看嘴上功夫一流 是林姐一定是功夫一流 然后程盛是说唱 啊 战场变脸的话也是林姐 白编大咖秀 连友台的节目都牵扯进来了 就为了陷害她 对 就为了陷害我 就圈中人脉嘛 其实被你们说中了 一个是林姐王牌 一个转发 因为从头到尾 不知道有两个卧底 对我一直以为就一个 老逼真了 特别是我今天眼睛也有点 然后全程带着墨镜 给我很强的安全感 眼神全部躲掉了对吧 对 我根本躲不掉 早上那一发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早上那一发 我们一定要画一个东西 但我 我平常画的又很好 对你画的很好 所以你太阳露馅了 不是她特别逗 她跑我屋去了 你知道跟我谈心去 但是其实我一直在洗脑 疯狂洗脑 你想你今天在多长时间里下来 不是 关键是不有些体验 不然是奇怪 那你觉得谁 你会觉得什么 是吧 就觉得有点奇怪 我是你们很好的保护色 你知道迪哥 我们本来其实第一局 你们已经输了不是吗 他说好 那我再给你们读一句大的 去难题试一次嘛 杨尼尼尼尼能猜对的话 我给你一个人选索 这阳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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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尼尼� 你知道今天第一个猜我们的是谁吗 江苏颖 苏颖看觉得是谁 我觉得像贾琳姐跟诚诚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 他无头 我答案给他 但是其实我们俩这个有点好猜 因为我的组合搭档 只会是零衰就更好 但是他这反间纪 他就长得那种感觉 就全都指向你 反间纪 这么粗糙的反间纪 重纪的人不多 所以这次不要顺他那个想 以后又明白了点没 难搞过 让他学会点 我是真的从头到尾都在认真的玩游戏 因为我的能力就是 所以说没用线 你就是那种玩狼人杀 狼情真也不睁眼的那种 觉得自己是平民 把自己当平民用 他俩其实今天更厉害的是 我们给了他们隐藏任务 我们有个泳池游戏 你们要分别拖一个成员下水 3 2 1 好 这拉着的时候我推了一下就行 拖 拖 第二个任务是啥 第二个隐藏任务是一个人拉着江苏颖 做一个对手戏 我跟江苏颖演一段戏 哇 我看到这次彩虹了 这不太适合你姐姐 所以那个为什么要吐槽人出去演戏呢 对啊 冠绿好奇怪 那恭喜啊 恭喜凌姐和澄澄 我们有十分钟的特效 感谢赢了这个奖励 那我们最后再感谢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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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最后唱新女神带大家收尾 来 来吧 创口唱新 身心轻盈 今天是寻找做合适的伙伴 这个我都要啊 好猛啊 不要啊 来往新闻网一号 超级IP评论 了解青春环游记二更多内容 欢迎到我希腊新闻客户团 搜索青春环游记二参与互动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蓝天下官网 一顿视频 中防卫能力 别放生法 一一层 参与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去讨议资讯 亲家至于 成果 亲密事事 有事能调黑门ATB 猫弄 西瓜子 换击 扎藤 欧沃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已经逝了吗 我已经逝了吗 咋的衣服你不懂 你的逝了吗 我已经逝了吗 我已经逝了吗 咋的衣服你不懂 你的逝了吗 接下来呢 做一个黑暗游戏 杨姬哇 杨姬 今天我们其实工作人员 会为大家有一个投票 那一队是最佳的 来来来来来 看好戏了 no 竞争也太大了 打分吧 hello 青春白游戏 到了 yeah